還是兩奧兩套的球術 這個打席的第六顆球 貼得全力打牆跳起來 結果球是打在了全力打牆上往外彈 歸文在5局上半位 LAMIKO 見功了 那當時好像有又只剩一分 我覺得就是盡量要把分數搶多一點 因為畢竟總冠軍賽的變化真的蠻大的 因為只有就是每一局每一局 其實仗力都蠻大的實力 就是打出去其實是真的蠻開心的 也是因為有攻勢起來才會 就是延續這些氣勢 然後包括每個環節 就是包括短打推進 還有投手的工作 手臂什麼我都覺得做得蠻好 所以就是球員對自己 才會越來越有信心 中興棒是真的棒棒開花 郭英文這一棒 打在了忠祐外移方向 最後又出去了 要在總冠軍戰 然後打出雙翔炮 我覺得是一個蠻開心的 當然他打出雙翔炮 所以我們的氣氛也會跟著一起起來 其實打出去那顆應該是他思考的變化球 所以我覺得 在自己準備攻擊的慾望是有做到 所以才可以就是掌握比較好 對 第一角度的球路我被送到了忠祐外野方向 飛來滿遠的直接飛過牆 其實上去就一樣也是保持自己的攻擊慾望嘛 當然能夠上壘能夠幫助球隊得分 都是我該做的 就是這是我的功夫 所以不管推進還是上壘 還是要想盡辦法讓球隊得分的方式 就是我就是會全力去做啦 其實就像剛剛洪總講的 沒有拿到第四勝 都不算什麼 所以其實還是蠻緊張的 然後因為畢竟還是有三 就是都還有下一場球賽要打 不管就是今天贏了 還是第二場輸了 但就是兩隊也都是在搶第四勝 上場就是10個人嘛 然後也不可能說因為一個人有球隊贏球嘛 當然是每個人有扮演每個人的角色 然後在每一個player 每一個chance中去掌握嘛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都很重要 就像連場下的隊友都很重要 因為沒有他們加油聲 我們就沒有動力在上面表現嘛